大家好,我是Ali,歡迎回到每星期的獨自虛食麵 這次又是下廚來吃拉麵,所以街上也不是那麼多人 而我今次了解這間店舖也叫二階堂 店舖門口這塊紅色的布是蠻搶眼的 而店舖下面還有這個牌,就寫回營業時間,還有什麼麵之類的東西 雖然拉麵店吃卷制比較流行,不過就不是耕耕做 所以這間店舖也會寫清楚這件事,還有講解怎樣排隊 外面下的雨都蠻大的,所以就不說那麼多了,進去買票 這間餘街和Tabay Logo的分數是3.7,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分數 而這間店舖就搬過一次,不過就是9段下搬9段下 所以最接近這間店的車站都是9段下 不過飯田橋和水道橋都可以走過去 之後就看看這間店的自動攝影機 最初這版本就有很多選擇,所以就逐版逐版看看 首先第一版就會有尖麵,尖麵會有三款選擇 之後就是凍食的肉拉麵 這一版就是根據不同的份量分開三個選擇 之後這一版就是沒有湯的淡淡麵 應該就是淡淡拌麵的那類東西 之後這一版就是拉麵 拉麵就有兩款口味,會有醬油和鹽口味 然後這一版就是飯 這一間店的飯類選擇是異常地多的 因為是多個6款選擇 而這一版就是飲品的選擇,基本上都是走來的 如果這次是想試這間店的拉麵 所以直接選了左上角這一款,特製雲吞麵 這一款就是醬油湯來擦 之後這一版左邊打中的兩行就可以再加配菜或飯類的東西 然後我就在這裡再加了一個脊肉飯 由於這次有麵有飯,加上了2,000日圓 所以就不是麵大勝 而這間店全部都是這裡的巴桌位 是一個C字形的巴桌位 以及是高桌配高椅 而座位的格局大概就是差不多 將桌深度很夠 以及座位的空間感都是闊落 我認為桌面上擺放的位置是蠻漂亮的 所以就特地拍一拍 這個木盒就裝著湯匙和筷子 之後這裡就有三款調味料 黑胡椒 一味粉 以及黃色的黑漆味 如果點的特製雲吞麵就送到了 看看什麼料 最希望看到有豬叉燒兩塊 之後上面就有雲吞 應該就是蝦和肉各兩粒 然後中間就有蔥花 之後左下方就有味露 味露旁邊還有一塊雞叉燒 整個賣相很漂亮,真的很豐富 之後就不覺湯來看看 說這款湯也是很帥 感覺上是很通透的 首先就是以醬油湯的顏色就不算很深 而且油量的分布也是蠻漂亮的 在湯匙的邊緣位置就會有薄薄的一層 之後中間就會有一層跟湯混合了 所以看下去的感覺油量會多一點 但都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而且這一款湯的質感也是很輕的 完全不會有稠的感覺 然後我就試試這款湯 喝下去的感覺我是蠻驚訝的 首先就是那股動物系湯 應該是雞溝芝的湯 感覺上是蠻出的 而醬油的鹹甜香味就會在這個動物系湯之後慢慢滲出來 但是這個湯的味道是未完 之後還有一層類似和風底湯的味道出來 會有一種魚乾和昆布的味道去修味 所以整個味道的層次是很豐富的 加上整個味道感覺上不濃 而且那個平衡感也是相當之好 所以這款湯在味道上真的很好喝 而且喝下去的感覺也不會太油膩 喝下去的感覺也是順口舒服的 而這款湯會隨著溫度的變化在味道上會有點不同 因為在這款湯慢慢變凍的時候 那一股醬油味就會越來越出 所以這款湯我是很享受 整款喝完沒有難度 好喝 之後看看麵條的部分 這間店用的麵應該是中細麵 會比平時醬油的麵條粗一點 不過這款麵也是一款直面 以及形狀都是四方形 而且這款麵是偏黃一點 然後我就試試這款麵 吃下去的口感相當不錯 因為我也是拍攝的關係 放了一陣子才吃 但是咬下去的感覺也是有照頭的 不會完全變軟了 而咬斷的感覺就是偏向爽淡一點 而味道方面 這款麵的小麥的香味是很足夠的 所以夾到很高去吃的話 就會整口都是這一股小麥的味道 所以如果想試湯的味道 都需要中一個手去吃 在這個硬度吃之下 這款麵就沒有吸到很多湯 所以吃起來的味道上的比例 就是麵條七湯三個左右 之後吃到中段的時候 麵條就會慢慢變軟 在這個階段的話 味道就會變成麵條四湯六 所以這碗麵裡面 湯和麵條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 在味道上會產生變化 而且在這個變化裡面 就可以感受到這款湯和麵條是合得到的 而且單獨去計算這款麵條的話 都是好吃的 之後就看看豬叉燒的部分 這一塊很大塊 應該都是豬肩肉 而且處理手法應該都是慢煮 可以清楚看到肉是粉紅色的 不過這一塊肉都是偏向薄身一點 然後我就試試這塊豬肩肉 吃下去的感覺很軟 但是軟得來又可以保持肉的嘔口 這個口感真的相當不錯 雖然都是比較大塊 不過這麼薄的叉燒就可以整塊放進口裡 這塊叉燒真的好吃 肉味很夠 而且在處理的過程裡面 應該是加上黑胡椒在裡面 所以會有黑胡椒的香味 味道上的層次就會更多 所以這一間店的主機肉是好吃的 再加上是有兩塊 正 之後看看雞叉燒的部分 這一間店不是給雞胸 而是給雞腿肉的 厚度是相當不錯 完全不薄 不過可以看到是散散的 但是肉的生育程度都是不錯的 可以看到中心還有一些粉紅色的 然後我就試試這塊雞腿肉 咬下去的感覺都是很軟 不過就不算是很滑的那一種 而雞腿肉的肉味也是在 不過就不算是很濃郁 所以這一塊雞腿肉我認為是不錯 不過就不夠豬那麼好吃 之後就看看雲吞的部分 這一粒就是肉雲吞 感覺上是皮多餡少的一類 但是這一粒勝在餡夠飽滿 令到看上去那個賣相好很多 而這款肉雲吞的餡應該就是肉加上香菜 吃下去的感覺是香菜是很香的 應該是狗黃 再加上肉也是很香 而且那個口感也是有彈性 不會是一些很實淨的肉 所以肉雲吞是好吃的 之後就看看雲吞 同樣地都是皮多餡少的感覺 不過都是剩在皮夠薄 可以清楚看到蝦的餡 而這款蝦雲吞的餡對我來說有點驚喜 因為日本拉麵的蝦雲吞通常只有蝦 但是這一間的蝦雲吞就會有肉 而吃下去的感覺就是肉味有 而蝦味也是有 但是兩隻的感覺又不突出 也不算是很合格的感覺上 而且蝦肉的質感比較實淨 不算是很彈牙 所以就只是普通地好吃 相比起肉雲吞之下就比較失色 之後就看看蝦的部分 這間蝦比的蝦雖然不算粗 不過比較闊 如果厚度都OK的不算很薄 還有蝦的紋理也是很清楚 接著我就試試這條蝦 這條蝦口感很爽脆 而且蝦味也是夠香夠濃 不過就沒什麼甜味 這條蝦是好吃的 不過有一條就有渣 所以就是三條裡面兩條好吃 一條就一般 所以可能就需要看彩數 之後看看這隻蝦肉 表面上的顏色很夠 明顯地有一頓啡色 而且這隻蝦的表面是很光滑 完全看不到什麼粒陷或者獵蚊的位置 接著我就咬開這隻蝦的味道 這隻蝦老的味道很夠 味淋醬油的味道非常之香 但是就可以看到蛋黃是過熟的 所以蛋黃只是夠味 不夠香濃 而且咬下去的口感也不夠滑 所以這隻蝦是可惜之作 只是屬於不錯 最後就看看這碗隻蝦肉飯 這碗隻蝦肉飯上面就有燒過的肉 蘿蔔蓉和白蔥絲 這碗飯是很香的 吃完在廚房用火槍彈的肉的時候 已經可以聞到很香 之後就夾一些火隻肉來看看 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有烤過的痕跡 而且那些烤肉的油 已經是滴在飯裡面 而且肉是相當之多的 500已經是沒有騙人的 接著我就先試一下這些燒過的叉燒粒 那一股用火槍彈的香味真的很夠 再加上那個肉味也是夠 而肉的口感就是比較實淨 不算是很軟 但也不會硬 但這些烤過的肉是很送到飯 非常之夾雲的飯 我是全程沒有停過手 不過始終都是烤過的肉 所以油份比較多 吃到中途就會有一種油膩感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可以連蘿蔔羊和蔥一起吃 整件食物都清新了 所以這款隻肉飯裡面的結構也很完整 雖然500日圓是貴一點 但真的好吃 整體來說 這一餐我很滿意 首先就是麵好吃 湯好喝 麵又好吃 加上兩隻都是可以配合 而且兩隻都是可以在不同的時間之下 產生不同的味道變化 這點我認為是厲害的 至於配料方面 整體來說都是不錯的 加上配料款式豐富 而且數量又不少 所以我認為特製版是幾低點 至於飯方面 食量夠自然就可以點了 而且這間店的醬油粒面比較清新 所以女士們都是適合來的 而我去吃的時候 有一個半熟的食客都是女士 這樣就可以證明這間店都是受女士歡迎 對於旅行的人來說 這間店是值得一試的 如果適合地點就更加好了 今次的介紹就這麼多 喜歡這條影片就麻煩幫幫手 Like、Comment、Share 再訂閱這個頻道 兼按鈴鐺就最好了 也歡迎大家用Superchat 或者PayMe去贊助這個頻道營運的經費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